王國興議員 但如果你兩個家庭都可以受到政府一樣的資助的時候 這樣對著劏房一個公平嗎 所以我們建議所有住公屋的人都不可以拿這個津貼 而省的錢應該是集中幫助私房的低收入人士 第二,這個計劃是想舒緩在職貧窮人士的負擔 甚至想滅貧 不過我們怕這個方法落實之後 反而會提供誘因增加有需要人士的數目 例如根據現在這個計劃 就算一個家庭已經被福利制度界定為自己照顧不到自己 要接濟、要自助 而他拿福利去生兒子的時候 生出來的那個也要有額外的資助 如果政府不企硬 不跟那些已經被人接濟的人說得很清楚 喂,你已經自己都顧不行了,你不要再生了 而提供誘因讓他們不行的時候還要去生小朋友 受害的其實就是一班小朋友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最少都應該說拿根福利的 包括低進的人士 如果再生,新生那個是不會有額外的錢拿 白紙黑字地寫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最後主席,我很想問一下局長的 其實香港政府其實是有沒有這個系統去查 申請人在境外的access和他的收入呢 還是局長其實打算不回答的呢 多謝主席 好,謝謝王子君 好,謝謝王子君